奇妙的感動 但願你會懂 我願和你吵著感動 謝謝老師 感恩建立 感恩現場還有 現場的所有創法家人 大家晚上好 好 感恩瑞芳姐就是給我分享的機會 在分享一次這件事呢 我覺得是因為瑞芳姐的實證 她那天看到我騎車 她就說真的不會騎車嗎 但我真的覺得很感謝天地的主持 因為這真的就是能量 因為當我第一騎在摩托車上的時候 我也在想我以前真的頓騎車嗎 因為現在已經是可以非常自在地 駕馭著摩托車 然後到經營會啊到各個想要去的地方 所以真的覺得很感恩 那回想我不能騎車的那一段 其實是不只騎車是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都不敢 然後但是那時候苦無方法 所以其實是非常痛苦的 逼著自己去做很多事情 就連到英國讀書 我覺得那都是在摧殘自己的靈魂們底下 因為其實我還是非常害怕的 然後甚至那時候的就是一些什麼 恐怖攻擊啊什麼 我是怕到一個月都不敢出我的宿舍門的人 因為我覺得會不會點到我出去就打到我了 但當時候不了解 對她這就是能量 如果我們能嗅到有光 如果我們有得資料的話 那怎麼大怎麼毀滅好像 我們都有天地當我們的靠山 那就是我在收了操碼之後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 其實是爸爸媽媽把操碼的書給我 那當時候 讓我真正就是打開新聞的書 其實是因為有太陽 因為那本書的第一章 就是在講要收到有光 然後就舉辦什麼災難啊什麼 那如果我們收到有光 讓災難來的時候 天地可以偵測到你是一個有得的人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保護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好 雖然我沒有什麼人生 各大主題 當時候就是還沒有到那個接管 但是 我的目標就是要收到有光 因為我 我很怕 我現在就很擔心了 因為其實我當時候有個想法是 大家都去拜拜啊 大家都去求求神問佛 但到底到底那些神明或是天地 到底怎麼知道要保護誰啊 那是我每次去求平安 求的時候最大的禮貌 我就覺得就是拜的人都可以得到祝福嗎 都可以得到那個嗎 那天地不是很嗎 因為這麼多人都去 那後來我知道原來 你的心 是天地可以用我們不懂的科技 就是我們不懂的東西去生存 你知道嗎 所以更讓我覺得我一定要努力的休息 那我才有資格得到天地的祝福 或者是保護這樣 那我也很感到我的父母就是 介紹了超級生存密碼給我 那除了就是客服恐懼啊 然後倒可以就是去面對 或是突破很多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 除了騎車之外呢 也在我的工作上看到了 就是能量提升的重要感 因為現在不是到了那個Q4了嗎 就是第四季了嗎 那我其實這兩天啊 就是我在看前三季的一些報道的時候 我真的就一個人都在工作桌前 就是流下眼淚 但其實我回想啊 就是其實今年初 我流下眼淚是因為很感動 因為其實今年初啊 那時候疫情還沒有到來 那那時候呢 因為我現在是來爸爸公司裡幫忙 那那時候我爸呢 就跟我說好 既然會回來幫忙了 然後就我在年初的時候 去年底到年初 想到呢就是衝刺 就貨禁了喔 但是疫情突然來了 然後就是這件事情 讓我當下就是 我們面臨很大的危機考驗 因為禁貨跟就是售出這個東西 如果不是成就是 呃成正米的來做一個運作的話 其實是會很容易遇到 就是嗯 金錢流的這個運轉問題 那當時候我們就是的狀況 其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需要戰戰兢兢 因為 啊你不小心啊 只要只要有一點點的狀況 我們是馬上就是就是就會就會面臨就是倒閉 或是什麼的那種嚴重 因為那個金額很大 那 那時候又聽到導師的那個 網路講求我媽就說 呃 今年是收元年 就除了收人還會收錢 那當時候其實心裡非常非常的 太怕想說 不知道要求我辦法 那我記得當時候 然後我跟我媽媽就是在討論就是怎麼樣安排的時候 我們 我媽就跟我講說 沒關係我們就 努力做 然後 就是 努力的賠德 然後 指露 那 那他相信就是 呃 這個難關就是不會真的發生 然後他相信天地就是會有好的交代這樣 那其實一化眠這一段時間啊 其實我回顧 我覺得等於是最近這樣回顧了這幾個月來 我覺得 就是 真的很感動是因為在 呃這幾個月裡面啊 我 我 我爸其實我們每個人的壓力都很大 精神壓力 但是真的就是在你努力的實修做心法 然後就是去參與分享會啊 然後去 發書啊 我爸也會在路口 就是 跟他發書 因為他也發了願 那其實真的就會發現 就是 貴人就會顯現啊 你就會有解 那時候就是 也非常感謝潤房姐啊 然後也出現了很多貴人 那中間還有一個人是 嗯 他突然間就是 跟我爸爸 他是一個客戶 但是我們在今年呢 我們就突然開始合作 進了 就是 一起進貨 那那個貨呢 沒有想到在這幾個月裡面 是成為 嗯 沒有可以替代替代他的一個東西 所以就讓我們就是這幾個月 嗯 我們在 面臨貨 就是貨運 傳運的一個delay啊 或者是 各種狀況的情況下 他他彌補了這個缺口 那讓就是整個台灣的就是需求當中就是佔了滿重要的就是一個地位這樣 那更神奇的是 我就要看了前Q3的總一頁而老 就是竟然已經快出過到九位數 那這個就是讓我覺得 這個是有堅定的祝福 然後你能量提升 然後你就是好好的做 就是整個都會給你好的交代 那甚至就是到這個禮拜結束以前啊 嗯 還有電影單是直接頂到我們裡面 就是 就是 嗯 就是會感覺那個 那個能量真的是運作起來 然後 很多的事情就是都不求是的 那 其實 從這件事情裡面啊 我其實查過到 因為我相信 就是有這樣的結果 不是我們很厲害 是因為有田地的幫忙 然後也是因為田地想要給我們強大的信心 讓我們知道 就是 只要努力的 就是 無法取求 那很多的問題呢 就會出現貴人 就會出現 就是 嗯 很巧合的一些 機會 那讓我們的觀觀難過 觀觀難過這樣子 那其實 嗯 在這個過程中呢 我感受到 就是 就是你知道我們 在上班時間啊 我爸是那種 9點 上班的時候就會在那邊 看能夠到晚 然後 一直準備要 就是給你扣錢的 哈哈哈 但是呢 為主就是 我們要用上班時間去做超忙的事情 他是 就是 全力支持 就是 然後有分享 我們有機會 就是 都可以出去 然後就是 不會被扣錢 非常大 但 我就覺得 其實真的是 就是 嗯 很感恩他 就是有這樣子的智慧 就是 讓 讓我們也 員工之間也都可以 嗯 續經能量 然後 那其實在一起工作的時候 就是也可以提高效率 然後 各方也都能夠更加的 就是圓滿這樣子 那我也看到 然後 就其實我覺得 這件事情啊 讓 我們都更加提醒自己 就是不可以收血 就是 其實現在的一點點小確信啊 其實是要讓我們能夠更加的 努力來修行 因為 嗯 真的不知道下一秒鐘呢 天地給你 可以一秒鐘 那收回去也可以是一秒鐘之間的事情 如果在這當中就是 再度的話 其實就 有可能會面臨就是 其他的 其他的挑戰這樣子 那 哇 你忘記了 那 就其實 我覺得 這件事情啊 就 也讓我 真的深深感受到 就是 在草碼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原本我們當初加入草碼的時候 都不敢想像 就是這樣子的祝福會 會假除在我們自己的身上 可是 就像老師 我記得在 疫情開始 裡面 多久老師有一次網路工作面講說 嗯 就其實不管在多不好的時代啊 也會有人生 也會有人死 在多好的年代裡面啊 也會有人生 也有人死 但是怎麼樣 在 就是各種各樣的世代裡面呢 你都是那個 生的那個人 然後 你都是有光的那個人 就是我們可以努力的方向 佐篤 那 其實那時候 導釋的這段話 他們給我的超大鼓勵 因為其實 今年 除了這樣的 疫情也好 局勢也好 我心裡常常會覺得說 那不然就 大家 等事好了 羅 不知道何時候 hotel 那知道什麼時候要怎麼樣 就覺得好像也不用占努力啊 因為你也不可能改變大局面 然後很多事情也都好像超出你想要的代查詞 但是當導師的那個網路共修就是那段話 就是點醒了我 其實這個時間才是更需要努力去開創 然後更需要努力去推廣就是愛與感恩 然後更需要努力去實收到你成為實證 因為唯有我們好我們的實證才能夠就是 讓更多人相信這個方法也能讓他們的難怪 讓他們的難題都解決這樣子 那真的非常感恩有超級生命密 那也祝福大家呢就是在 在就是每一天都能喜樂風盛 然後祝福大家就是幸福 謝謝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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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